女大生绑着马尾戴着粉色口罩 穿着一身黑肩上还背着背包 似乎一如往常一样 走在斑马线上穿越路口 看起来真的没什么不对劲 不过这竟是她失踪前的最后身影 那这名20岁女大生就读静怡大学 二年级上月29号早上8点20分左右 从宿舍离开接着8点40 从台湾大道英才路走过 没想到就此音讯全无 到今天已经是女大生失踪的第八天 家属完全联络不到人 手机关机就连网络社群账号的关闭 于是透过脸书社团来协寻 还放上女大生的照片 她身高大约155公分 有待眼镜 家属担心女大生可能是遭人蛇集团控制 但警方接获报案调查 零姓女大生还有申办另外一支手机 关机时间是在30号的上午8点左右 最后通联位置是在桃园警场附近 判断女大生已经飞出国 但你来听警方怎么说 监察移民署入宿境资料 确认林女已于3月30日 上午8时许 搭乘航空飞机 这个搬机飞往伦敦 但是我们从一些其他的电子机证 让我们发现 他从泰国出境 入境泰国的可能性提高 好 现在警方可以确认的是 女大生已经在30号上午搭机 前往英国伦敦 而且途中有入境泰国 但目前还无法排除 女大生有被诈骗出国的可能性 那学校这边也随时和家属保持密切联系 希望尽快传来好消息 装置移民署 atriz直播 这会谈判 这一团侧 Active 请绘 Quickly KRISIGN 那里 这一条 这个 abuse and dua 这一 鞍